。 燃仔, 我繼續說一些惡毒老人同盟的故事 很景色, 好笑的 那我先說一個人體寫真的書 然後你一看郭鋒說的就是這個老夫少妻 我想問他老婆其實他想維持一個最美的狀態 不斷去海後不同的男士 還是他只不過是發揮女士最基本的一項要show off 其實他不是刻意show off 他做回自己 我是想用這個少妻來反映出阿鋒哥的年紀 大陸運出自己的女兒 就是兩個沒什麼溝通 自信心 好覺得自己沒有自信心 也好覺得自己一定會帶陸母 變成這個心理因而令他做了很多搞笑的事 或者是錯的事 但他自己以為是對的事 那就有劇情 那天氣死他老婆 氣死他老婆走了 老婆不是歐生俠四 而是因為他移生生暗鬼 所以形成了那種惡果 還有黎比還是更厲害 一開始以為黎比也很慘 誰知道他跟大口征 莫鬥完之後 他贏了大口征 他自信回來 竟然後悔變了氣身 是不是真的有其事 因為他本來解釋了他本來不是悔 因為他慣性要自己坐輪椅 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悔 他覺得自己這個年紀應該要坐輪椅 或者可能有一次他真的覺得很累 好像弄傷了腳 我不知道這個可能是前設 所以他出場第一站會坐輪椅 但是其實後來的伏線已經部署了 就是他根本就是心理因素 他不是真的站不到的 所以最後他站起來的時候 就解釋一下 原來他一向以為自己是壞 其實這個反映出 就是原來有些事情 你以為自己做不到 但是你做的時候 就算是老人家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看上去就真的很消極 很負面 很極端 但原來你想帶出的訊息 是很積極的訊息 一向都不是負面的 那個… 負的… 都是負的 但是聽完你講 其實我都會有感受 就是哇 為什麼什麼都可以有機會 有一個奇蹟 真是驚奇的 因為第一集裡面 其實Jongo對話都說了 因為他們的男人 好像被人欺負被人吃 他們要自強不適 只不過方法呢 會惡毒了 會歧視了 會搞笑了 但其實他也是想別人關心 其實這個 所謂的黑色小小手法就是 他們想無奈地控訴給所有人聽 我對老人家都要尊重 我也很尊重老人家 但問題是我不想帶雪茄 如果年輕人看完之後 怎麼這樣對老人家 趕爸爸回中山自己 那就好 我想叫你不要趕老人家走 但我這樣說你一定不聽 我拍給你看的時候 反過來想完之後 你知是不對 你就會選對的事情 我是希望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想 將會介紹幾位老人家的女人 誰 女性的老人家 不告訴你誰 真是百十多歲的那個 對 好 不如今晚我請你吃甜品 好 你那個就是 白土留心無師 我這個就是 紅桑子 白土留心無師 謝謝 你一邊一起聊 這個就可以 好 我知道你很專心 我剛才很忙 我和你一邊一起聊 你是三文德 吃完 吃完嗎 我知道有些人 就可以一腳踏幾船 你這種人 一腳只可以踏一船 你是不是這樣的人 我回答你 你會開心的 因為我認真地 我尊重你的問題 所以我要集中地去思考 去回答你 我希望滿足到你 但如果我又吃東西 又想東西 又說話 其實我怎樣分了幾飯 我會弱一點 你對感情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感情應該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吧 你把我放上桌 我回答你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 你知道通常 那些財俊 都會是子財奧物 然後就一腳踏幾船 你說那些財俊是怎樣的 不是,其中一個 你現在有幾個女朋友 幾個女朋友 不是 要我的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 還是要我的朋友 女朋友 現在在找機會 是啊 等等 通常娛樂圈是這樣回答 我單身的 通常都是這樣回答 我今晚官方 是否想不到我問你的問題 明明說我沒有台劇 謝謝娛樂圈 繼續吧 其實碳色的 都不像你一個人 沒有台劇的問題 我也很想知道 開電視劇的導演 走去搞舞台劇 你覺得心不相符 最困難在哪裡 沒有台劇 最困難的壓力 其實是 剪圓 因為你那些是大獎 你那些完全很有分量的聲音 不是這個 有分量的聲音是廣道的 以前 譬如我和Dudu姐 鄭月亮小姐合作 和她拍《男親女愛》 她真的覺得 Dudu姐很兇 但是我真的和她合作 整個男親女愛 我和她是很愉快 她有一個專業度 簡直是 我會在她身上見識 我未認同之前 原來娛樂圈的藝人 是應該這樣做 為何會紅 為何會吃 她會怎樣專業拍 她真的劇本很熟 然後她真的 她不是準時 她一點都不準時 我約她9點來拍 她8點半來了 如果坐在裡面 原發了這樣叫準時 她是比準時更加準時 搞到我們9點準時來的人 覺得自己遲到 那怎麼辦 這不是壓力 壓力 但問題是男生女愛 為何會這麼開心呢 我們開廠 你剛才到了9點 拍到晚上6點、7點 4、5點 大家收工 那天幾十月就拍了 是 但出來又口碑很大 但為何可以拍這麼快 大家專注 NG少了 Dudu姐和梓華的NG真的很少 而且又有阮琴丹 有蔣志剛 真的NG率是很低 很低 很低 而且我很喜歡演奏 阮琴丹的路線很高 阿蔣也很好玩 阿蔣志剛也很喜歡 所以整部劇 我覺得是由拍到出街 最後拿到四、五十點收視 很厲害 整件事 但沒有人知道我們拍得這麼快 好像公司報紙也有報道過 總之在這部劇 我學到的東西就是 有時候拍攝的精尿 不是一定是 你拍得 用完的時間 拍到很久 大家很累 很殘 那就一定是好 有時候大家很努力 維讀完 排好 做一個很完美的剔關 或者補回所有鏡頭 那場戲就是最真實的 給觀眾看 男生女生就是 還有在梓華手裏 有些有趣 就是梓華的演繹就是 他喜歡多些動作 多些body language 因為有時候 他會要求鏡頭 鬆一點點 如果只見到頭弄高濕 他見不到手腳動 很奇怪 所以有時候會給他 他的medium shot 已經當成大頭 因為有時候 手會做動作 當然小強當年也很厲害 可以爆的 可以 梓華怕蟑螂 是 杜姐不怕蟑螂 那他怎樣玩蟑螂 在電影裡面 梓華跟蟑螂好朋友 杜姐很怕蟑螂 但現實中是相反的 這個我很記得 是 怎樣玩他 他很誠心意重 不怕蟑螂 為什麼要把蟑螂 放在網球瓶上 讓梓華看著心情說話 因為這樣 梓華才敢 跟蟑螂謹據來做戲 就是因為 你的瓶困著蟑螂 但也會害怕的 好像有時候 自己藏地的瓶有什麼鬼 小民走出來 梓華馬上跑去 創我笑了 你死了 我記得 都姐 都姐是不怕蟑螂 都姐是不怕蟑螂 都怕蟑螂 但都姐 這些就是演期 在電影裡面 都姐看到蟑螂就害怕 真的不怕蟑螂 梓華要扮成 跟小強很親切 但小強是天敵 她是跟卡通版小強很親切 沒有殺傷人 但當時也有難度 因為好像男生 不知道是否拍拍 天氣冷 難找到蟑螂回來 因為我們真的要找到 房間的同事幫忙 去捉或扔 不是 那你拍那隻蟑螂 你玩死了人嗎 不是玩死蟑螂 那你拍完之後 你繼續自養 你讓牠變成一米 那麼大 變成了 牠會自然流失 和會優質 那你唯有去捕 那都可以不養死蟑螂 為甚麼經常捧身 那你就好像捧人 我宣傳 小強一號過身 我們供奉 然後小強二號 又爽 又爽 但開了冬天的時候 招募小強有困難 我想問這個舞台 其實有沒有小強存在 沒有 為甚麼沒有這些 我覺得這些很棒 但這個很棒 最好就是 電影一下有人不小心 鬆了那個蓋 然後你現在小強可以飛 那買最貴飛的那些 就划算了 他可以跟小強 跟小強 再說可以飛下去 所以你剛才說 跟資深的明星合作 譬如今次我跟芝兒姐 黃淑儀小姐 我第一次跟她合作 我的TWP是未同的 我們一起開過窮童監製 譬如梅小卿小姐 我又開她的監製劇 是 芝兒姐也是 但我們是不同的 所以我不認識她 這個步驟第一次跟她談 和展開合作 過程到現在來說 都是愉快的 當日是你跟芝兒姐談 還是監製跟她談 監製 你認識Bush 他認識芝兒姐 我不認識 但當我們一開始想 找芝兒姐幫忙 他就約芝兒姐出來 然後我就一起跟她談 芝兒姐給我們的感覺 都是很嚴肅的 可能我成長裡面 我見過Doo姐 我跟芝兒姐合作過 我們以前也合作過 剛才我還做副導演 芝兒姐也很兇 你們不要以為她笑口 做事很嚴肅的 我想說 我印象中 我還沒見過肥仔發脾氣 我覺得有個共通點 就是Doo姐和肥仔也好 這件事是對的 埋位不要開玩笑 她真的很認真 但是一切開機之後 她們給她另一個面孔 就是她們平常的面孔 我覺得這就是專業 她們真的很認真 而且為什麼我這麼喜歡Doo姐 她真的準時之餘 譬如有時候外景方面 醫院可以去熟悉的地方 我化妝自己去 她是絕對不會煩你問路的 我搜尋都沒有Google 譬如我來歐島餐廳拍攝 我全都知道在哪裡 你來到的時候 我已經坐在那裡等你 我不會的 導演,我正在找路 我就到了 我再問人 她做出最美功夫 明天我說我化妝自己來 我就會化妝 在來到以前我已經坐在那裡等你 我會自己問人 Hotel餐廳在哪裡 永遠都是半個鐘頭 走在那裡 我真的在那裡 那時候開了9點鐘 我們男生女兒開床 她真的在8點半 她說早晨啊 然後在少時餐廳吃著早餐 然後在8點10 她就是坐在那個景裏 拿著一本劇本 然後我本書也有說過 我真的在那時候 看到阿子華、蔣志剛 是拿著這條胎跑進來 因為打不及了 打完9點01分你就死了 8點59分坐在那裡 在Doo姐面前 這個對角在那裡打 那就是9點前 你坐在那裡打不及了 那如果9點01分 你會有什麼後果呢 開始都會有神樣的變化 9點1進來 她就開聲 9點1了 如果順利 可能拍到一些東西 很好笑 是真事 但跟他們這批演員合作 你會學到什麼叫專業準時 這些是對的 是應該用 那今次這回 我記得應該有限人生無限 OK 想表達什麼出來 反而這個我是觸對人 就是倫理 是 還有呢 剛才我可以呼應我讀路人堂文仔 我也是想有一個東西 就是 那是想大家知道 什麼叫珍惜 但我讀路人堂文仔 就是說 我會用一個反方向 譬如 John哥給兒子 李宗禧趕去中山 但其實 如果你看到眼火爆 這麼壞 那他就告訴你 你應該珍惜路人家和我一起 不要這樣說 那我就反其道而行 但這個舞台劇 就是正路的 真的想告訴你倫理 但也要告訴你珍惜 親人或者有些 你好像每天都見到的朋友 或者親戚 可能明天已經不在你旁邊 就是你不知道有什麼事 有移民也好 有意外也好 變成你要知道什麼是無償 你要學懂珍惜 就是不要以為是必然 會不會排舞台劇 我知道你已經在排位 對稿 有沒有什麼真正理 你剛才說過分別的事情 就是之前說 壓力大就是 譬如拍劇 我可以排好位置 或者譬如有時候 你剪輯 有兩個表情做得不好 我補你們兩句 剪輯 對,沒錯 但沒有舞台劇 我也跟他一樣 我只可以盡力做導演 去大家分享 去排位 去排位 但上台的時候 我都是觀眾坐在那裡看 你們如果出錯 或者有什麼事的話 我真的救不到你們 我隨便衝上來 然後我們重新來過 我覺得這樣真是新派舞台劇 我真的沒見過 但我不想這樣做一個 我只是好笑的 馬提露有份做這個舞台劇 我跟馬提露說 我說你排位 跟舞台劇 譬如拍廠房 我也遷就你的笑容 已經跟到你 走到位置不緊 舞台劇 你的位置要準 如果你亂走出去 或者觀眾看不到你 我說我會在下面 拿一支麻雀槍對付你 我一射暈你 我抬回你 他就在那裡笑 我提到他 大家的位置要認準一點 馬提露是經常走錯位 或走過了位 好笑的 馬提露很大壓力 有時差一吋 我說真的差一吋 就是差一吋 還有舞台劇 很多事情我都要邊做邊學 就是說 他都是有戲劇來論 但問題就是說 譬如天驚很好的 天驚的舞台劇 竟然教會崩潰 他會有時給我 原來舞台劇是不同的 平時拍劇 拍劇呢 譬如我真的拍過Y-shot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在做事 但我會在跳鏡頭 他們現在的戲在你 可以給你一個低一點的鏡 是的 但舞台劇不是這樣 你五個演員在那裡 就在台一齊 所以他們教我 如果那句對白 不是那個演員發揮的 其他人盡量少去動 因為當你一個立體的 Y-shot在台面 每個人都動的時候 觀眾都不知道 要注視誰 但如果拍劇的時候 每個人一起動 但我可以跳一個低梳給你 觀眾都知道在說你 所以這些事情 大家要共識 所以我都要學習 原來那個人在說對白 其他人可以專注留心 但就不要大動就 否則會被捉走 某些觀眾的意見 敏哥也是沒有氣骨 會不會 你跟他說的時候 你都要籌護著他 我可以回答你 這個都尖銳一點 尊重就兩回事 我做導演 我要用大家的專業 如果大家的專業對事的話 那就不用走 互相尊重 對事情好 我經常都說 誰對事情好 我都很強調 我拍劇經驗豐富 但我舞台劇是第一次做的 有些什麼 例如剛才提到的 不是說不要亂動 搖走人 這些 我覺得對 我就拜 但我都跟大家說 因為其他演員 都不是這麼多舞台的經驗 我都說 有些什麼想到 大家說出來 但我又跟馬體說 我又是他 搞事分子 馬體挺好聊 我跟馬體說 我說不准生氣的 我做導演 你們有什麼可以說 說出來 但原來不拜 不准黑感覺 因為大家對視原來 說出來這個想法 不好的就是不愛 好的就是愛 好過我做導演 專門導 不准說話跟我 這樣大家還沒有人 所以我說 你們可以說出100個事情 我們選了80個有用的 20個沒有用 我們剪了20個 但提出那20個的人 不准生氣 但是這個是… 馬體不會生氣 不是馬體 知牙姐也是 知牙姐也會提出意見 我都說 所有人 我不是計算你架事 不是計算負負 我們會做些事情 對事情 你說出來是對劇的幫助 大家一起改進 如果這句話不太好 就談談一個議題 想知道對市 誰都說什麼 就是日本這種氣氛 就鼓勵到 譬如王子晴 和徐少平 我都說一句 他們經驗教錢 但他們有客 我說有時候 你們覺得有什麼好 照樣說出來 你別以為 你們都做得久 沒有這件事 對事情好 你覺得有權 但比你啞地坐在那裡 我覺得你不投入 對,媽媽同樣在那裡 誰會這樣說 我私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和徐少平聊天 我和徐少平 我跟他說 你有什麼WhatsApp 我有訊息給我 徐少平不用看中文 他就留語音給我 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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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做些簡單的英訊給他 他真的要讀很多書 才可以跟他溝通到 他不是就說 令到你最難溝通到一個 你是最討厭的語音 他說話… 講中文還可以的 但有時候他會傳一些簡單中文給我 我都很好笑 我說有沒有看劇本 有問題就要問我 他懂得看這些簡單的英文 他就會回覆我 我很好笑的 徐少平說我很乖的 他懂得打個乖字 他媽媽教的 那你呀 芷池姐教她就打的 我覺得就是… 有乖 我覺得就是 這次是合作 因為有些我之前合作過 譬如黃文慧 阿波妮姐 阿馬蒂 阿敏哥 我全部都合作過了 天經我也合作過 我是芷晴、少平 還沒合作過 鄉麟、吳鄉麟和素芳 我都記得合作過 但鄉麟就是… 我最記得就是 聶捲西方他是名唱者 你知道那首歌嗎 誰發了西方 那首歌 你算是年輕人 你不知道 賢仔 我知道以前的歌手 我知道 那首歌是一流殺了 是變成廣播劇主來的 之後他可能是私人感情 慢慢淡了一點 最後有一次他會出回來 螢幕和大家見面 但這些他好像沒有做過 舞台劇 那沒壞 我都沒拍過 溝通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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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會知道 在做甚麼 你說得對 好打脈 之前是會嚴肅一點 但他嚴肅得來 原來你留心一點 聽他說話 那件事好 你消化了之後 你好不好 他嚴肅不是要你跟他 他嚴肅是想你 你聽他說甚麼 再給他意見 是好還是不好 我開始初步掌握了 跟阿之前姐 原來是這樣相處就可以了 之前一說話 會不會好像媽媽說話那樣 真的會 但問題是 我又習慣了 因為我都說 我和阿都喬姐入了歌 我是Lita姐 我沒有入了歌 我明星人入了歌 但是阿嘉燕姐阿 阿緋姐 真的有很多姐級的 我是合作歌 都是同樣的 pattern 模式一樣的 他們就是真的有一樣 他們始終是 背份或者他們的經驗 他講話的時候 真的他們想告訴他們 他不是跟你玩 在做的時候 你真的要留心聽他說話 好嗎 你告訴他 我也是掌握了一件事 他不是強迫你要跟 但你要聽 即是告訴我 為甚麼好是不好 他就會服他了 我都說不是大家稱誰權力大 我是導演,你是女主角 不是這樣的 是大家對這件事溝通 所以我拿著中指跟支持者說 我第一天跟他合佛 說你是女主角,我是導演 但是我們互相尊重 對這件事好,大家探出來 所以這件事到現在 講完之後到現在 這套劇是甚麼程序呢? 10月17日開始上 其實10月初 我們會更加勵清圖治 就是會進入牌 因為之前其實我安排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8月開始排入 8月排到9月 然後9月至10月 我就答應了他們 我說這個月我放給大家賺錢 因為你們答應我做這個舞台 以前應該答應了很多廣告 訪問那些事,很多數未找的 我說不要緊 9月大會就只是邀請大家出記者會 去新綱 所以我說其他時間 我放了給你們這個月 你們解決所有的事情 但是10月頭到上台這幾天 麻煩你們把所有的東西給我 因為我說你們如果再出去做任何事 你們都累了 第二天要排16、17個小時 天天地排到上台 大家共識這件事的時候 變成我8月頭到8月尾 我排得很密 但是9月頭到9月尾 我接近沒有排 也好,讓他們先進入牌 然後消化 我為什麼要8月去一輪呢 我說8月等大家有記憶 有什麼不好的就改掉 就好了 然後9月大家各自收行 但10月回來 想了它之後 看看有什麼 因為冷靜了 對,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就是我計算過這件事 OK 那現在準備又開始贏了 沒錯 所以現在大家的心情開始緊張 幸好你今天幫我做訪問 不然之後先 我想問一下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對這套劇有沒有期望 就是始終都是一個商業 但是是慈善 就是你沒有陪伴的 我覺得有時候艱難就是 你任何東西 你始終有商業成分 但我已經盡量在商業的包裝裡面 是真的有慈善的 始終我們是同結帳和康康會合 還是有慈善的團體的 是 協辦的 但我真的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 商業我買票給你來看 是 那老闆會拿去做 部份收藝 這個就是商業期望 商業期望 但是我希望每個人來看的人 你買完一張票之後 你是有餘的 拿到東西走 當然 如果商業過程你買了票 你什麼都拿不到走 我多謝你來看 但是你拿走之後 你會回金的 會有感覺的 回去想一想反思的 對不對 那我的滿足感就很大 OK 就是說其實這套劇 都是告訴我親戚 親戚 是的 所以就找那幫長輩 混合一些星二代親戚 星二代其實不是刻意吵 是真的這麼巧 集合一集 是的 然後記者問 那麼多星二代 我說是呀 我真的 是的 我第一次接觸 我第一次接觸了你們這個職業的宣傳 因為我們是做宣傳的 幫你 OK 那我就看 哇 星二代 還有 你第一樣想什麼 你好像是Gigi姐加她的兒子 還是她的兒子加Gigi姐呢 我想過你的問題 是小平我自己找的 是的 小平我自己 我知道你怎麼找她 有一次開會的時候 大家想了找阿智慧姐做女豬哥 是的 然後開會的時候 其他同事跟我說 喂 你要找一個會彈結他 你有沒有見過 不是 問我有沒有見過 這個兒子阿智小平我沒有 他給我看 哇 挺英俊的 是 然後真的問他 你會彈結他嗎 認識的 那見一下吧 然後我真的跟他說 獨立靈魂來的 我找你就是我找你 你會彈結他 你高大英俊 我想找這種人 但是我也邀請了你媽媽演出 我也跟你聊過 我就說 我不是找你做母子的 那你不用那麼介意 找我做母子 我跟他說 我突破你身邊障礙 你是跟他同台演出 如果你跟他說 你抗拒和你媽媽同台演出 就沒辦法談 如果你說同台演出 不做母子就可以了 你根本你這句話 就迫他去派唱 我怎麼回答 你說我不想跟媽媽同台演出 我不想跟媽媽同台演出 怎麼敢啊 大哥 你真是擺拼 我學你而已 你三成功力我都沒有 你算嗎 然後談完之後 然後就想 找那個女兒 想想想找那個芝晴 那芝晴原來 我不是跟芝晴合作過 我只是跟Danny合作過 天龍發佈 結果兩個星期就是 天經是我最後找的 天經是我最後一個找的 演員回來的 既然你找到芝晴 為什麼不找到王一華呢 這個預算有限 那如果慈善 什麼都敢開口 因為本來我劇本的角色 創造了 已經是齊人了 我覺得很棒 要找到王一華 但我最後是真的 差一個角色 要做支持者的兒子 那我怎麼找王一華 我最後就是找天經 那變了來說 有時候我覺得 那個娛樂圈 有些很熟的資源 好朋友 但問題是 適合用就用 譬如這個舞台劇 我始終是親識得來 我以一個女的姦靈主婦做主角 我第一件事 我先想一個女一 所以就跟洪杰的意思 嘗嘗 嘗嘗 Juie 會不會一直和你們拍劇 然後煮什麼東西吃 他會煮熟 煮熟湯 煮熟湯 有 本身好一點 真的肥 有什麼湯 煮一些裸頭湯 我就覺得像Live版不熟 很棒 然後他經常煮一些蛋糕 煮一些蛋糕 給我們吃 又煮一些雞翼 那些酒醉雞翼 那他 什麼時候排列 10月 10月 在哪裡 可以了 待會跟你說 但我 你可不可以說是我的助手 我是你的助手 你跟老闆說 我跟老闆說 我喜歡喝廊頭湯 這套劇很厲害 有很強勁的演員 有很強勁的副二代 有很資深的演員 應該也沒得拖的 你也很有信心 希望大家本場 預祝你成功好嗎 謝謝你, 賢仔 很希望可以繼續看你 不同的電視劇和武藏劇 我很想看電影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人很多時候都會看表面 正如我看賢仔的電視劇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陰毒的人 但後來我跟他聊完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他想表達的是珍惜 正如有限人生無限愛 我們不妨用有限的人生 發揮無限的愛意 給你身邊每一位朋友 珍惜他們